为让低收入家庭孩童放暑假期间持续获得实务补助 美国农业部推出下级电子福利转账计划 Summer Abbott符合资格儿童共将获得120元 但是14个共和党执政州今年暑假将不参加该计划 据收联邦补助的理由除了基于反对社会福利的基本理念之外 还有电脑系统老旧等技术问题 预计约有1000万儿童将失去Summer Abbott 该计划在新冠疫情期间实施范围扩大到全美 国会在2022年12月通过决议 纳入成为永久有效的支出法案 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平均分担Summer Abbott的预算 今下Summer Abbott计划总计花费约25亿美元 渴望造福2100万名儿童 怀俄明州公共教育总监迪根费德说 该州据收联邦Summer Abbott的经费 是希望以州政府现行的暑期食物计划为主 州政府的计划开销较低 还能把食物直接送到孩子手中 OpenAI2月16日发布了新AI产品Sora 用户只需输入文本 即可生成一段极其逼真且富有想象力的视频 从而将战时正撼的AI竞赛引向好莱坞 OpenAI称 Sora能够根据文本指令生成一段60秒的视频 同时保持视觉质量 她对语言有深刻的理解 能够准确领会提示生成令人信服的角色 Sora可生成具有多个角色 特定类型运动 精确主题和背景细节的复杂场景 还可以在单个生成视频中创建多个镜头 准确保留角色和视觉风格 尽管发布的样本视频已经足够惊艳 但Sora还有一个没有展示从单个图像或一系列真生成视频的功能 分析人士称 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也是2024年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2月16日宣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当天签署了乌克兰与德国关于安全领域合作和长期支持的协议 这一双边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有效70年 明确规定了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 尤其是确定了包括军事 政治金融和人道主义在内的双边安全合作优先领域 协议规定 2024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超过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资金 德国将在协议期限内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只要俄乌冲突还在继续 德国将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并打击逃避制裁的行为 德国已确认愿意与欧盟和七国集团合作伙伴一起 利用法律手段将俄罗斯资产的收入 用于支持乌克兰 中国国有银行已经开始落实监管当局推出的白名单计划 为深陷债务危机的房地产业提供精准贷款服务 以稳定市场 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等五家大型国有银行 承接8200多个优质住宅项目 并在陆续安排发放项目贷款 在过去的一年中 中国房地产业债务危机爆发 房屋销售和房价双双大跌 对此 中国监管部门在上个月推出了白名单计划 进入白名单的项目 一般要具备如项目正在建设 要有与贷款额相配合的抵押品 项目预售资金未被动用 开发商要制定贷款使用和完工计划等条件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些条件是为了保证银行贷款的安全 项目质量越好 贷款就越安全 此外 白名单针对的是项目而不是企业 监管部门的着眼点是确保保交楼项目的落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